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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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我不想再對著無情無疑的人 哥,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玉如姐和桂蘭 莫老闆出糧給我, 我就幫她辦事 沒有不對 莫老闆, 莫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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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老闆要你這樣對玉如姐嗎 幸好大夫為她的胎沒事 不然你會後悔一輩子 我後悔什麼?只要我有錢 我要多少孩子都有人幫我衣服 哥哥, 哥哥, 你怎麼可以說這些說話 錢對你們說這麼重要嗎? 你們吃的住的, 哪個東西不是用錢買? 住大屋, 穿漂亮衣服 我通通都不稀罕 我只是想遇上光明磊落的哥哥 你怪我?我告訴你 這裡每個人都可以怪我, 但你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怪你? 你做錯了, 我就要出聲 我做錯? 你知不知道一副金雞納箱要多少錢 如果沒錢的話, 你連命都保不住 怨我 夠了, 大小天 大小天, 你怎麼可以這樣跟小婷說話 你真是變了很多 你已經不是我所認識的大小天 既然兩個對我也這麼不滿意 一起走 玉兒姐 我不想再做人家的包袱 我們一起走 你那琴, 我送給你 為什麼那個官車是寶芝林? 難道師父出了事? 讓我問問他們 不好意思, 我們是黃師父的朋友 想進去探望他 不是寶芝林的人, 不可以進去 走… 什麼事? 黃媽, 他們不讓我們見師父 他們是自己人 進去 進去再說 原來如此, 難怪現在公司這麼緊張 對了, 師父現在怎麼樣? 還沒有起色嗎? 我打算試試用針灸, 看看有沒有用 對了, 玉兒姑娘 你和小婷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對了, 你們全部收拾包袱 打算去哪裡? 我們和哥哥罵過交禮 我也不知道哥哥為甚麼會這樣對桂蘭人 他差點累了玉兒姐 肚子裡的孩子都沒有了 小婷 不如這樣吧 你們就留在寶芝林 萬田沒有地方 而且會給我客氣的 真是對不起 對不起, 在你們這麼多事發生的時候 還要打擾你們 傻瓜姨姐 我當你和小婷都是自己人 還說點說話 但是你和我趙天 已經有這麼多暗靈 我怕我們在這裡住 會加心你們的伏母 我也不怕了 你們怕甚麼? 一如在這裡住 不知道桂蘭被哥哥抓回去之後會怎樣 桂蘭始終是莫天龍的親生女 我也沒事的 正所謂苦毒不吃宜 況且莫夫人對桂蘭這麼好 她會好好照顧她 你們不用擔心這麼多 不如先帶你進房間休息一下 謝謝 讓我來拿 好, 慢慢來 小婷, 原來你在這裡 阿歡 來吧, 先喝這杯蓮子紅棗茶 娘說你剛病完身體還很虛弱 應該去補一下 你說, 我是不是累了哥哥? 怎麼會?根本與你無關 不然我有了這個病 哥哥就不用不責手段 去賺錢來醫我 要我累了她 你不要把她責任放在自己身上 我知道你對我好 你這麼說, 都是誰安慰我的 你知道我對你好就好了 你不要哭 你再哭我心就拿著拿著 其實你哥哥的本質也沒那麼壞 不是吧, 我想等她改邪歸正 等她懂得想的話 到時候就沒事了 你真的這麼想? 其實是飛鴻教我這麼想的 一直以來沒有放棄過的人 就是飛鴻 所以你也要對她有信心 幸好有你和小師兄 要不然 玉魚姐和我連樂的地方都沒有 你也會叫她小師兄 所以以後有甚麼事她也會幫你的 那我就更加不再說了 我真的沒想過 可以再次和師父和小師兄一起生活 不懂他現在失去了哥哥 師父又不知道變成怎樣 其實黃師父很快就會沒事了 你哥哥 我相信他很快都會改邪歸正 一想 我要我們以後一家人 生活得開心, 生活得快樂 誰會和你一家人 你剛才喝了這個蓮子紅棗茶 就已經是一家人了 你奶貌 總之我答應你 以後無論如何都好 我都要很努力地賺錢 我要我們生活得很幸福和快樂 來吧 進來吧 玉魚姑娘 我看見你的房間還有光 所以知道你還沒睡 那邊睡得著 我問過梁夫人的 十三太保我來安胎最有效的 趁熱喝吧 我和小婷來這裡住 已經打擾你們了 現在你還要煮安胎藥給我 我真的過意不去 你別客氣了 當這裡是自己的家就行了 來, 坐吧 其實自從我爹娘死了之後 我已經沒了個家 正正以為桂蘭可以認回她親生爹娘 我是有所依歸的時候 大家都是女人 我很明白你的心情 其實我之前認識的兆天 她雖然比較執著 但她也是一個有上進 又善良的人 我沒想到她如今會變成另一個人 可能是因為她太執著 所以才變成這樣 但她這樣會令很多人很難受 很痛苦 不過雖然蕭天變了 我到這一刻都沒後悔過 你懂得這麼想 就證明你比我更看得開 當我發現我喜歡那男人的真面目的時候 我真的有想死的感覺 幸好有姐夫和飛鴻 否則我想我也熬不住 那我也還有桂蘭 還有她,所以一定要撐住下去 那你以後有什麼打算? 我相信蕭天真的不是這麼壞的人 我會生個孩子下來 好好照顧她 或者我可以等到蕭天回頭那一天 我也希望有那一天 到時只有阿夫和飛鴻 都可以解開他們的心結 玉如姑娘,你很堅強 做女人的,誰不想小鳥依人 靠著男人那一輩子 但我沒有這麼福分 我會有堅強一點 你懂得這麼想,我就放心得多了 你要努力 我們一定等到值得我們等的人 飛鴻哥,你叫我們來究竟有什麼事? 我想你們幫我試針 飛鴻,不是真的要試嗎? 為了令爹醒來,什麼都要試 不是,你好像沒試過下針 對了,平時黃師傅叫你試 不是你硬去推三推四嗎? 所以就找你試試 其實可以找阿寬,你試就試 這麼大人生人不生膽 什麼生人不生膽? 沒事吧 對不起,把手拿出來 我… 飛鴻,你針也沒下針就這麼手震 對了,你行不行? 行的,為了我爹,我一定要克服 來吧,守營 就來吧 怎麼了?很痛嗎? 不是,先叫我,我怕了 你別嚇我,我比你還怕 開聲… 怎麼樣?痛不痛? 其實不是很痛的 你當然不怕痛,你全身這麼多肥膽 你不試試,嫂子 飛鴻,你整頭大汗 行了,最重要是克服到 好,我現在終於明白 大爹所說的食事在人 飛鴻,我相信有你下針 黃師傅很快就會康復 一定行 怎麼樣…聊完了嗎? 試完再拔出來吧,飛鴻 還欠兩針? 不是吧,還欠兩針 什麼事呢? 是吧 阿潘 這盆東西要放在西南邊 那個… 石子要放在東北邊 東北? 是呀… 那些符都貼好了 貼好了 好呀… 你幫忙,我們搞什麼? 這是什麼? 二小姐,我在這裡擺陣 娥媽說這個什麼百毒不侵陣 只要擺了七七四十九條符 在當眼處,黃師傅就會康復 娥媽,這些江湖術士說話你也相信 不是呀,楓洪 你不可遜其有,不可遜其無 飛鴻,我求Vinson帶給黃師傅 我的天啊 這樣也有什麼下肚子? 很有效的 我聽說隔壁村七嬸的女兒 上次得了個怪病 醫也不好,喝了兩針,馬上康復了 我在這裡住這麼久 還沒聽過有一條秘方 還行嗎? 當然行 娘,會不會喝壞人? 不會 夠了 不要再搞那麼多事了好不好 飛鴻 飛鴻 飛鴻,我知道你現在很心煩 但是大家做那麼多事 只是想你爹快點康復 對不起,一時之間我… 飛鴻 我們大家都知道你為了黃師傅的事 心煩 但是我們只是想幫你 對不起 反正也是 對了,不如我們嘗試找西醫 看看能不能幫到姐夫 好,不如找程醫生吧 我知道她不知道會不會在佛山吧 但是每次找程醫生都要靠桂蘭 你現在怎麼找呢? 你放心,只要她還在佛山 我們一定找到她 小天,我叫你入那筆米,入了沒有? 已經安排好了 在米過兩天就會到 這筆米不可以出座,要看緊一點 你放心,我會的,老闆 老爺,程醫生來了 程醫生,莫老闆 你在這裡等 是 程醫生,我進書房聊天 好 請 不知道莫老闆找人叫我來 有什麼事呢? 這次想你幫我一個忙 我有什麼可以幫到莫老闆的? 總之你去寶芝林 好好跟我辦妥這件事 莫老闆,我會盡自己的能力 儘量辦好她 我希望不會有人知道是我做的 至於黃麒英那邊… 誰 是誰 爹,是桂蘭 爹,我知道程醫生來了 所以我帶了喝點咖啡給你們喝 先謝謝 或者我下次有機會再嘗試莫小姐的手勢 我有一個病人要趕著去看我先走了 那不送了 莫小姐,再見 請 爹,你什麼事?你頭痛嗎? 小文大姐,沒什麼事 那你試試我沖你的咖啡 我先出去吧 好 好 小姐,你要去哪裡? 我去出去 不行 我一定要出去 對不起,老闆吩咐過 沒有他命令你不可以出去 娘 蕭天 老闆 娘 我要去寶芝林 不行,你爹叫了你不要去 總之這樣,我去完馬上回來 不可以 如果你還有一點人性 馬上讓我出去 除非有老闆的批准 否則我不會讓你走出你的門口 桂蘭,回到房間 最多這樣,你去報紙裡有什麼做 我叫人代你去 發生什麼事? 老爺,桂蘭想出去逛逛 我叫她不要了 桂蘭,陪娘回到房間 桂蘭,來…來吧 程醫生,為什麼你會來? 莫老闆知道黃師傅出了事 叫我過來幫他檢查一下 程醫生,我姐夫他怎麼樣? 黃師傅的腦子因為受了震盪 才引致昏迷 那我爹何時才會醒來? 這一層很難說 但是… 因為黃師傅的昏迷 可能不能正常飲食 會影響到他的身體機能 為了要加強他的康復能力 我有一些藥可以讓他吃 這樣可以維持他的身體機能 待會你讓他吃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先走了 我明天再來看看他 我送你,程醫生 謝謝 姐夫,你一定要康復 不用送過了 媽,行程醫生 行的 好,行程醫生 寶兒…這藥有毒的 這藥有毒 真是有毒 這藥…怎麼會…程醫生他… 什麼事?飛鴻 你叫我西程醫生嗎 沒有,什麼事? 他在那裡讀我爹 謝謝 不神心的人進去拜神 菩薩會不喜歡的 你們在這裡等我們吧 桂蘭,你別拿著臉 難得陪娘出來拜神 知道了 你進去裝香吧 我那邊添這香 桂蘭 飛鴻,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知道只能在這裡見到你 所以別在這裡等了 很想念你 對了,阿姐她怎麼樣 她很好 她現在和小婷都搬到我這裡住 那我放心點,你幫我好看著他們 你怎麼樣? 就是這樣 我每次都和娘出來拜神 才可以離開房子 況且爹的手下經常跟著殺 桂蘭 是不是你通知我 那個程醫生有問題? 程醫生有什麼問題? 那個程醫生來看過我爹 但幾天可以凍結給我爹吃 幸好有人及時通知我 我還會是你們 我沒有,黃師傅他沒事吧 沒事,不過我還沒醒 你放心,我師傅既然只有天相 一定會沒事 但這次很明顯有人想殺我爹滅口 桂蘭,你會不會在你爹裡聽到什麼 那個程醫生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我怎麼知道 如果你想知道,但我可以問問他 他已經死了 死了? 我一發現有問題,就立刻追出去 但程醫生已經在寶芷休附近 被人殺死了 桂蘭,我不是懷疑誰 不過你爹是為了認識程醫生的人 我想你幫我打聽一下 究竟是誰主事程醫生這樣做 好,我回去幫你打聽一下 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見到你 你放心,我會想辦法見你 桂蘭 爹,你回來了 陪娘去大堂拜神嗎 桂蘭,爹很明白 你天天躺在家裡很悶 多陪娘出去走走走 好,爹今天和我朋友在黃城喝茶 買了你最喜歡吃的叉燒包 還熱辣辣的,來,吃東西吃 謝謝爹 爹 其實我有些事想問你 什麼事? 是不是你叫程醫生 下毒害王師父的? 你怎麼會這麼說? 沒有,我還是聽人家說 說程醫生下毒害王師父 之後還死在寶芝林附近 程醫生死了?怎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程醫生那天見過你之後 就發生了這些事 是嗎?我叫程醫生去寶芝林 只不過叫他去看看王師父的病 飛鴻對你有恩,我怎麼會害他的爹呢? 真的嗎? 你還聽到什麼?你聽誰說 我聽到什麼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爹你沒做過 傻子,我和王師父無仇無怨 我怎麼會這樣做呢? 對不起,爹 我還想你怎麼想 爹做了你和飛鴻來王也想你好 你現在年紀更輕 爹想你多讀書 至於你的事情 你讀完書再算了,好不好? 對了,現在王師父怎麼樣?沒事吧? 幸好及時髮型得早 王師父沒吃到毒藥 這樣也好 不過程醫生死了 我看有什麼可以幫助我家人 媽祖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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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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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熊, 你別太失望了 雖然你已經替姐夫針灸了一段時間 但你自己也說 針灸是要長時間才見功效的 我知道, 但是我已經用了所有方法 但是爹好像一點氣息都沒有 爹…你怎麼樣? 姐夫… 姐夫, 你醒了, 很老… 我…媽媽, 麻煩你 水… 好… 爹, 醒了就好了 謝謝 這幾天要大家擔心 醒了就好了 爹, 到底那天發生什麼事? 那天我去到狗被殺的地方 希望找到一些線索 讓我看到一個人的背影 那那個是誰? 我懷疑是莫天龍 莫天龍? 但是我不敢肯定 然後我在附近找到一張平安符 上面寫著的是桂蘭送給他爹 但是, 突然大紹天出現 要搶我的一張平安符 我和他糾纏之間 他差點掉進沙崖 我在救他的時候 反而自己掉進去 但是大師兄為何要搶一張平安符 大紹天現在在幫你莫天龍做事 難道…難道他這樣做是為了他老闆? 那就是大師兄想跟莫天龍掩飾一些事 我懷疑整件事跟莫天龍有關 爹, 你幹什麼? 我要再找一些線索 爹, 你剛好起來休息一下 這件事讓我處理 是呀, 姐夫 你剛才醒來, 別這麼操勞 但是你小心 這件事不是這麼簡單 知道 莫天龍?會不會?他不像會功夫 但是凡事都不能只看表面 那張勇哥你又怎麼看呢? 我也不敢說是莫天龍 不過阿九是死, 爹是墮崖 對, 每次都好像跟有關 莫老闆殺了阿九, 為了什麼? 他們沒有丟臉, 且不想有關係 世榮 你見不見有一次你一說莫天龍的名字 阿九就馬上瘋瘋瘋瘋瘋的走出去 是呀, 還有程醫生 他是莫天龍的朋友 他跟我們無仇無冤 為什麼他要毒害我一點? 說說說 上次觀金那件事都好像跟他有關 但是沒有朋友沒有居 莫老闆在佛山又有頭有面 你以為我們可以怎麼調查? 除非…證明他懂得鐵線拳 除了你和阿九之外 再懂得鐵線拳的一定是兇手 是呀, 那我們去試試吧 好呀 行, 我們別這麼衝動 讓我問貞雀大師兄聽不懂 黃飛鴻, 你還來我這裡幹什麼? 我來問你, 你為何要捉走桂蘭? 真好笑 桂蘭是莫天龍的女兒 我只是照老闆吩咐 人家要回的女兒也有問題嗎? 沒錯, 桂蘭是莫天龍的女兒 但你不應該利用玉魚姐去捉走桂蘭 你知道令她多傷心嗎? 我怎麼對她不關你的事 你怎麼對我爹應該關我的事吧 雖然每個人都懷疑當晚刺殺我爹的黑衣人 就是你, 但我跟他交過仇 他竟然懂得鐵線拳, 還懂得比我多 所以我肯定那個不是你 更何況, 我相信你不會這麼狠心對爹 我還值得你相信嗎? 爹已經醒了, 把整件事告訴我 當日他想去找阿九被殺的線索 但竟然被他找到道府 而道府上面是寫著桂蘭送給他爹 所以我們懷疑這件事是和莫天龍有關 你到底想說什麼? 如果我和爹沒猜錯的話 阿九應該是被莫天龍所殺 而當年阿九偷他的大家拳譜 也是被莫天龍所偷的 還搞得他瘋瘋癲癲癲 你說莫天龍殺死你, 阿九 有個莫天龍就是當年偷了大家拳譜的人 你有證據嗎? 當日爹昏迷的時候, 程醫生來看過去 但他竟然給他一些毒藥給他吃 幸好我及時趕到 之後我追出去 就看到程醫生在寶芝林附近被殺了 阿九, 很明顯就是有人埋兇殺人 然後想滅口 那你認為會是誰呢? 不錯, 程醫生是莫老闆的朋友 但你有證據證明莫老闆指使程醫生 去殺你爹嗎? 程醫生, 程醫生, 你現在幫莫天龍做事 你應該知道他在做什麼 你不要再包庇他了 你已經說夠了 黃飛鴻 那天我和小靖在佛山過得好好的 但自從你們父子倆來了之後 搞這麼多風風雨雨 好吧, 我讓你們弄得離開忠義堂 現在我找到一個老闆 帶你走來替我懷疑他 你是不是想想趕盡殺死你才安樂 究竟我和你們王家有什麼仇? 程醫生, 我從來沒這麼想過 我只是不想你一錯再錯 去包庇一個走私犯的殺人兇手 大師兄, 如果你還有一點良知的話 你應該站出來指證他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會說 我更加不知道什麼大道理 我只想安安樂樂地在這裡生活 你不要再來騷擾我, 請換 莫老闆盛情招待, 真是客氣了 應該的 劉大人這麼遠從京城來到這裡 我怕待慢了 莫老闆盛情招待, 況且明天你回京 我怕你還未能盡興 那就留下一次吧, 以後有很多機會 好的… 對了, 這次有勞龍大人 替我向李總管問好 告訴他, 我辦事, 他放心就行了 好, 那劉某先行告辭 莫老闆, 請 請 請 阿蘇 阿蘇 莫老闆 莫老闆 真不妨 莫老闆, 你沒事吧? 等侄哥來報官嗎? 不用了, 謝謝你 你們這些傢伙, 說得不聽 怎麼這麼衝動? 你看一個二哥, 弄成這樣 我們不知道莫天龍這麼好打 再說, 我們一心想嘗試他 才逼鐵線拳 大罪壞, 迫都逼不了他出鐵線拳 如果他真的出鐵線拳 你以為你們會回來嗎? 對了, 剛才來跟他打的時候 我看見他在身上掉出來的 這是什麼?找他來看看 我以前在書裡見過 這個應該是國寶名 郭寶? 偷… 他偷運郭寶? 大罪師郭寶是死罪 他沒理由這麼大膽 不是了, 飛鴻 不如把這件事告訴你提督大人 看這封信有沒有上下款? 證明不了什麼 飛鴻, 難道能由他嗎? 反正要想清楚一點 不是了, 飛鴻 如果這封信真的他跌倒的話 可能今晚他有所行動 把國寶運走不一定 如果真的被他運走了那些國寶 到時我們更加愛他不如這樣吧 我們貨倉看看 別誠誠 我們也誠誠 既然如此, 我和你們去 帶你們留在這裡, 你們受傷了 快點走吧 那就來吧 有什麼貨? 麻煩你, 是中正南部嗎? 有沒有人?收貨 接你去找 有什麼貨? 賣 賣? 賣 賣 老闆 威迅先生, 貨已經準備好了 把貨拿出來 是 打開他 威迅先生 你怎麼了? 黃飛鴻 莫天良, 你竟然在私運各埔 我看你怎麼解釋 文老闆, 你說這裡很安全的 為甚麼會有人進來 阿鼓咪 伊奇 阿鼓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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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咪 阿鼓咪 人手我創刺赤赤手可浪 合拍心我为人 毫无心意众生 你怕放我善我 只怕淡笑不患做错 打不死不死对天对地 非得起由仗亦有别离 淡得起凌烟了不起不惜他